画面中的妇人在邮局柜台 想要提领定存 但她定存单上的金额非常夸张 竟然高达七千亿元 行员一看就知道有问题 立刻报警 其实这张存单 它是一张真的存单 但是存单上的资料 存单上的资料的户名 本金还有期限 它都是经过变造的 警方到场后 一共在妇人身上起初变造过的 两张高达九千亿的定存单 以及一张一兆元的划拨支票 三张总和两兆六千亿 比起中央政府一年支出的 一兆七千亿元还要多 警方就依法把它带回 注定于整办 虽然妇人向警方辩称是检盗 但依旧触犯到刑法 意图行使及交付行使有价证券 得面临最重七年的徒刑 接着周天的宣判家台北报道